各位专家 线上的朋友们 下午好 非常高兴啊 能够参加这样一个盛会 学习到很多 特别是呢 我们这个中国与WTO 学术年会 我参加多次 每一次呢 都有非常多的收获 所以说这里啊 特别是向线上的朋友们呢 特别的推荐 这个 就是这个 年会的这样一个品牌 请大家关注 我今天啊 跟大家呢 汇报的呢 就是从我所研究的方向 国际政治经济学 这样一个视角 来看中国旅行WTO 规则相关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呢 想讲几个方面的问题 主要是从贸易政治的视角 第一个呢 针对特朗普上台以后 美国政府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这样履约的情况 包括当年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呢 它的立场的转变呢 我想说呢 中国入市20年 履行加入WTO的义务 与这个WTO的规则 树立了呢 遵循国际规则 开放发展的榜样 比如说 在对接 世贸组织规则的方面 我们实际上进行了 具体制的一个债照 特别是 重新 界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个呢 在进口关税水平方面 我觉得尤其要指出来呢 我们现在是接近 发达国家的水平 应该说是 我们的这个关税水平呢 低于发展成国家的 平均水平 在服务领域开放 应该说呢 是超出了当年的承诺 那么这一点啊 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 这个G7国家呀 相对来说呢 它是还是没有看到 对于中国呢 所做出来的一些 市场开放的努力 特别是最近一些年 说进行的单边的措施 所产生的这样一个成果呢 应该说还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 在遵守WTO规则方面 像包括及时的 向WTO通报 国内立法 法律法规啊 调整实施的情况 实际上也是 中国总的来说呢 应该说也是不错的 所以说这块我觉得啊 在对外说明 中国的这样一个 表现情况的时候呢 这一点要 应该说要非常地明确 那么中国入市 是在此前20年 改革开放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拥抱 国际规则 拥抱全球化 促进了 中国经济的大发展 所以我们今天 来 庆祝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20周年取得的成就 我觉得有很多的 这个 经验 我认为呢 最大的启示呢 就是中国要实现 伟大的民族复兴 经济和科技全面的 现代化 实现呢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就必须继续 改革开放 继续参与 经济全球化 继续全面 融入到 全球经济当中 那么另外一点 我觉得呢 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中国经济的 巨大发展 对于谋求经济发展的 广大发展中国家 来说呢 是中国是树立了 一个开放发展的榜样 就是我们啊 现在通过一带一路 这样一个倡议的 一个实施 特别是深入的推进 一些合作的这个项目 我们可能除了 向发展中国家介绍 中国自主发展的经验 中国工业化的 这样一个经验以外呢 我觉得还是要 特别的强调 开放发展的经验 市场经济的理念 和机制的确立 我想也应该呢 在对外介绍 中国发展的经验啊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也应该 这个重点的 这样一个介绍 第二个方面呢 我想讲一讲呢 当前 这个中国旅行 这个入市的义务 遵守WTO规则啊 现在成为国际上呢 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一个问题 我就觉得呢 就是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的 这个国际的政治 经济的环境 面临着一个 很大的一个转变 就是说过去啊 通过开放 入市啊 这样一个获得的 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红利啊 应该说呢 这样一个环境呢 获得的这个环境呢 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我想呢 这里面主要是指出啊 几个方面的一些变化和调整 也能够看到啊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啊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一个巨大变化啊 对我们所形成的挑战 第一个呢 就是国际格局的变化啊 从过去的一超多强 到多极化趋势的加强 那么这里面呢 中国崛起本身 促进了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过去呢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 促进者 美国 现在呢 在这个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呀 变得更加的不知性 那么这是一个权力格局发生的变化 第二个呢 是国际思潮的变化 以自由主义 多边主义 开放多边主义 那转到了呢 以经济安全 国家安全为中心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 所谓的经济安全 除了我们所理解的 保障经济体系的 这个安全以外啊 实际上呢 西方在美国的预警当中 更多的强调的是就业问题 这是直接涉及到 敏感的国内政治 所谓国家安全 现在成为一个借口 在推动 重新的来制定 对外的经济政策 所以这里面我想呢 要强调啊 这个国家安全 这个概念 强调是必要的 对吧 但是我认为呢 不能过度的 解读 如果是要 过度的 在我们的政策当中 强调国家安全的 这样一个理念的话 就很容易 阻碍 国际的合作和交流 我觉得这块啊 我想呢 美国当前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啊 这个 凡事啊 国家安全化 政治化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呢 大概是也要 啊 关注到这方面的啊 可能消极的啊 负面的影响 第三 大国关系的变化 就是我主要是中美 从战略伙伴关系 到大国战略竞争 关系的形成 这个关系的转变是很大 这个里面呢 就涉及到 中美 美俄的 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 大国间啊 战略竞争 已经影响到 国际经济的合作 第四呢 国际经济关系的目标 发生了变化 从追求绝对获益 所以说 absolute gain 到现在呢 更加的强调 所谓相对获益 relative gain 这个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啊 真多了 就是说我宁愿 我自己不发展 对吧 我也要拖住 我的竞争对手的后腿 美国 这不是这个美国的一些战略派 对华的政策 在过去几年当中啊 这个表现是非常明显 第五个方面 就是从对全球供应链的推崇 到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组 有这样一个变化 就是国际的贸易 投资的关系被政治化 安全化 那么我讲这些啊 这个国际 政治经济结构性的变化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吸取历史的教训 我们全球的经济 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考验 我们根据历史的经验 民粹主义 保护主义和新冷战的势头 如果不得到遏制 人类社会呢 将可能重新面临 走向国家集团间的分裂 冷战 甚至是热战 所有的国家啊 都将成为受害者 所以说我们从我们国际政治经济学啊 这个研究的角度啊 我们能看到 我们过去所习惯于所讲的一句话啊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啊 放在国际关系的现实当中 历史当中 我们发现这个话呢 需要是有需要三次的 因为在过去在第一战和二战 实际上都已经发生了啊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深的 这样历史的教训 我认为呢 只有多边主义啊 与国际合作的延续啊 才能够解决国家间竞争的问题啊 在经贸领域当中啊 就是要维持呢 以WTO为代表的国际经贸规则 和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 和普遍性啊 我觉得包括这里面啊 这个中美关系的啊 这样个互利性 特别是在在经贸关系方面 表现得比较明显啊 应该说是作为啊 整个双边关系的基础 并没有改变 但是改变的是我们的观念啊 我们对对方的认知啊 对于谁说这个方面呢 谁说我看到呢 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呀 体现在啊 这个中美啊 关系啊 变化为主轴的这样一个国际调整啊 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啊 第三个问题呢 我想讲呢 就具体啊 讲一下中国遵守WTO规则问题啊 具体尊论啊 就想具体的谈一谈 有哪些因素啊 所导致的 那么这里面啊 就是美国政府啊 对中国是否履行啊 入室的义务啊 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个怀疑 甚至是否定啊 促使美国立场形成啊 有内外的因素呢 有下面一些啊 一个啊 是前面专家学者说讲到的 中国对美贸易啊 持续的一个啊 这个顺差的问题 但是其实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中国啊 作为美国海外市场成长是最快的 这样一个市场啊 其实像是在美国的国内政治当中呢 强调的不够 第二个呢 就是在投资关系方面的变化 就是美国工商界的认知啊 发生了改变 他们认为啊 中国经济的大发展 大发展 但是呢 市场开放的程度呢 低于此前的预期 他们说中国在旅约上出现问题 实际上主要是比较的不适 中国在加入时所承担的义务 应该是说呢 他们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后 他们所期望的市场开放的程度 没有达到他们的这样的要求 因此转而啊 这个要求啊 对等 所以说最近几年 那么这个来说呢 就是说就 recipacity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词语了 另外一个和啊 就是WTO呢 多哈回合谈判 长期无果有很大的关系 其中啊 就是一个呢 是数字经济的崛起 使得现有WTO的规则体系啊 明显落后于全球经济的现实 在国际贸易当中啊 存在着大量的灰色领域啊 没有更新的规则来约束啊 这个目前这种情况啊 很像八十年代啊 在启动这个乌拉奎和谈判之前的情况啊 那么即使挑战啊 也是机遇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啊 我想呢 就问题更多啊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贸易问题 FT的问题啊 中国加入啊 世贸组织等的问题呢 被高度的政治化 在美国政治当中啊 成为了政党斗争的工具 特朗普与共和党政府呢 炒作中国入市的问题 将中国经济崛起 归结为民主党政府的 错误的对华政策 服务于呢 其进一步吸收民主党选票的策略 同时啊 也是蓬佩奥等人 宣布 所谓对华 接触政策 失败的主要说辞 那么有关这个问题啊 我是呢 在前两年啊 就是在这个美国贸易代办公室啊 跟他们有关的负责人 还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里面能够看得到 这个美国国内政治 发生变化 特别是政党政治 对这个问题 判断的这样一个影响 所以说我们要对 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 也应该呢 保持一个高度的一个 清醒的认识 还有一块啊 我觉得呢 就是当时也是一个 全球价值链的一个变化的问题 就是欧美发达国家啊 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去工业化的发展 使得他们呢 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 开始从中心地位下降 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那么在发达国家的内部 反全球化的民粹的主义的势力啊 推动欧美国家 有推动再工业化的企图 所以说这块呢 我是有一个欧洲的博士生 在跟着我就在做相关的研究 发现这个全球价值链当中 这个中国在其中地位上升很快 那么欧洲啊 除了德国啊 其他的欧洲发达国家 实际上在全球价值链当中 地位呢 都在有明显的下降 所以这是就是说 我们说政治的变化 外交政策的调整啊 背后还是经济和产业的变动 另外呢 就是意识形态 与维护美国霸权的双重考量 共同推动 出现了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重组全球产业链的主张和势力 他们的目的呢 就是要打新冷战 或经济围堵中国 以维持其地缘政治经济的优势 特朗普政府的 向经济繁荣伙伴计划 拜登政府最新提出的 亚太经济框架等等 军事经济冷战的这样一个例证 所以说这块 我觉得呢 实际上还是和国内政治和外交的调整 有很大的关系 也导致了对中国认知发生变化 第四 最后一点呢 简单的就是说这样 我们怎么办 面临着这样一个逆全球化的 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倾向 也面临着某些国家呀 推动去中国化 情况 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 实际上前面的专家学者的这个发言当中啊 有个信心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信心非常重要 对于我们的信心 除了是基于我们过去20年 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 这样一个现实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 投射到中国与WTO关系的变化 我们的主动性 我们对体制的影响力变得更大了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需要承认的 所以说我们基于啊 理想 或者说理想和现实 这两个因素呢 我觉得我们才可以重新思考 我们履约 中国在未来 这个一段时间当中 履约 在推动 维护WTO 权威性 这个方向 我们可以做哪些工作 我觉得呢 这个在观念变化方面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提出来呢 不仅我们要 把履约的问题 视为经贸问题 同时还要看到 全球化当前出现的变化调整 与国际政治经济隔绝的复杂性 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很大 我们在地缘政治当中 我们受到压力越来越大 怎么化解 第二呢 不仅要看到中国旅行 入市一定收义务的情况 也要看到中国加入WTO以后 二十年中国经济巨大的发展 以及国际社会 对于我们的期望 直在上升 那么这一块呢 实际上我们要如何去调整啊 还有一个呢 就我们不仅要看到呢 现有的WTO规则准行的义务 也要看到WTO规则之后 与国际经贸现实 这样一个发展 对于多边贸易体制 所产生的一个挑战 因为我们WTO是所谓成员驱动 成员主导 是member driven 而且呢 这个谈判的过程呢 实际上是一个公平交换的问题 所以give and take 那么这里面呢 实际上都决定了 贸易的强国 经济的强国 对于规则 对于体制 会有更大的影响 那么在这里呢 实际上我觉得 我们现在所推行的 这样一个三个层次协调互动 就是国际地区和国内 三个层次的协调互动 推动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 维持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 创业力 同时呢 期望呢 产生一种外溢的效应 能够有助于缓解 我们在地缘政治竞争当中的 这个压力 所以从国内的这个层面来看 我们持续的扩大 国内的开放 引导全球 可以起到呢 引导全球市场的开放 巩固升级国际经贸 规则 引导WTO呢 继续发展 通过国内的市场 与产业的开放啊 同时也可以为我们中国的企业啊 在海外的发展 创造相机 这块我觉得很重要 在全球层面上 就呢 就这个 全球经济的开放 以维护WTO的权威啊 等问题呢 要开展广幻的国际对话 这一点我认为啊 实际上我们现在压力很大 在很多的批评面前呢 实际上我们呢 要开展广幻的对话 这一点还不够 包括跟美国 实际上我现在给我们压力 最主要的来源 就是开展更具体的一个对话 产业的对话 部门的对话 这块呢应该说还是不够啊 这块我觉得要 我觉得要进一步加强啊 另外呢 在地区层次上 我觉得地区层次是我们的抓手啊 这里面呢 就是说通过参与RCP 申请加入CPTPP 申请加入DEPA等 中国呢向国际社会啊 释放出了呢 中国经济将持续开放 以改革的明确的政治信号 下一步啊 就是要通过市场开放 推动有关的谈判 尽早的啊 推动尽早的达成协议 那么总的来说啊 我觉得呢 呃 这里面呢 就是用两个啊 这个呃 两个外外子来总结啊 我这个在 第一个是外压啊 外压啊 这是一个日语的词汇了 在中国交易世贸组织啊 从谈判啊 到履约的一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有存在这个外压的问题 外压成为推动啊 中国生化改革啊 进行呢 市场经济转型的非常重要的动力啊 这块外压 那么我想未来呢 如果我们应用的好啊 实际上在呃 在这个WTO啊 在其他的问题上的这个压力呢 我们也可以转化啊 能够促进我们国内啊 更加健康的发展 另外就是外衣啊 经贸问题领域方面的进展啊 进步啊 反过来呢 也可以促进啊 我们呢 在对外的啊 非经济领域当中啊 特别是地缘政治啊 领域当中的啊 一些啊 这样一个啊 一些好处 好的 我的发言就到这儿 请大家批评指正 感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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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